據了解警方總區應變大隊 部分人員會回到所屬警區執行前線工作 據了解警方評估過去幾個月 武力示威場面比去年大幅減少 重整各個警區的行動資源 希望加強防罪滅罪工作 總區應變大隊第二梯隊的人員 星期日起會回到所屬警區當間 執行前線警務工作